我们去逛街购物 有时会看到店铺里面放了招财猫的摆设 不过你又有没有留意 招财猫是举起左手还是右手呢 原来举左手或右手也有不同寓意 招财猫概念来自日本 但暂时并没有确实的起源时间 不过一般都认为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出现的 其实不同地方传统上对于招财猫 举左右手都有不同的解释 不过普遍都认为是 举起左手希望引领客户 令客人络绎不绝 举起右手希望招来财富 幸福 另外不同颜色的招财猫也有不同意思 最常见的解释包括 白色最常见代表幸福 纯洁正能量 金色代表财富 黑色是免受魔鬼诱惑 红色是新旧的人际关系上的成功 粉红是祈求恋爱来临 蓝色和绿色是祈求学业成就 另外蓝色亦有交通安全的意思 绿色也有祈求健康的意思 彩色就被视为最幸运 大家下次去逛街时不妨留意看看店铺释放什么颜色的招财猫 下一集再为你分享其他有趣冷知识 再见